为增进社区合作提升艺文风气 富里乡公所特别邀请到知名的书法家 也就是于国强举办了太极书法展 在10月2号举行的开幕典礼 于国强老师的艺术作品 融合太极的阴柔和书法的艺术性 呈现出独特的美感以及产意 这里是富里乡公所办理的太极书法展 邀请了知名太极以及书法艺术界的于国强老师 展示多年来的创作成果 真的我们应该是富里乡蛮多年没有举办 这个有相关的义务的一个活动 我想我们这边除了一般的农业立乡以外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身体的预寒的书法 都是存在着我们在富里乡 慢慢的挖掘而且人才也很多 人才也很多团体也有相关的原来的团体 文化的团体也蛮多的 所以我们慢慢的要把它发掘出来 余国强出生于花莲 现任中国书法学会花莲区主任 辞大级社推中心和中小学校聘任书法教师 中华太极总会国际裁判 余国强老师进任书法艺术多年 他说自己的书法结合了太极的精神 透过书写来进心进而学习天地的无私与包容 太极书法其实是我用太极的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写字的一个劲道的一个应用 第二个要呈现太极的阴阳的变化 这个部分 那写字当然要立冠指尖立拓指辈 那呈现的呢 所谓叫像我的我的作品 我大致如果说大致是羊小致是阴 一定要有一个配合 如果今天只有大致没有下面的 这下面的小致都是我做的诗 吸引拮据 让它呈现协调 还会孤单 有阴有阳 展览空间当中悬挂多幅于国强的书法作品 开幕典礼 适应许多社区民众 异文人士到场 不但欣赏许多书法作品 也近距离看见于国强亲笔辉豪 写出代表副理的米之香 并详细说明布局 落款用硬的诀窍 让与会的贵宾师生大开眼界 记者高雙雙副理箱采访报道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